今天我们来看一台自称奢华的大捷豹 2017款捷豹XFL 3.0 SD奢华版 2017年9月上版现在跑了5.6万公里 这是捷豹XFL的最顶配版本 先不管车子里面奢华不奢华 请让我先把这台3.0机械增压发动机给吹爆 在捷豹很多车子上我们都能看到这台3.0激增的身影 调校也是340匹峰值功率配450牛米的峰值扭矩 综合表现和奥迪的3.0机械增压差不太多 在各个方面都力压宝马N5 3.0D小半个脑袋 我们常说机械增压出力线性直接 但相比于涡轮增压机型来说 我们习惯的扭矩平台并没有出现 机增发动机的峰值扭矩 依然是外特性曲线上的一个小点点 也正因如此 机械增压峰值数据总是要比涡轮增压高一丢丢才不会吃亏 这台车的加速成绩 其实和总级别的其他车型没有太大的选速 而真正让我开锅忘不掉的 是捷豹X5出色的综合驾驶质感 虽然贵过一台制造价快70万的重大型车 但X5的表现更偏运动化 一顿操作猛如5 别的车只能跟在后面吃头 悬架支撑很重 车身自在响应迅速 咱们真的就可以开着作与通风 听着英国之宝 就来一次高速播放 与之匹配的8ET变速箱 也一改以往的慵懒调性 油门稍微深采一点 升降脑速度就快入闪电 只不过这个劈里啪啦的换当品质 稍微和豪华大轿车的定位泛冲了 我不说大家也明白 X5调校风格如此风骚 代价就是油耗也会很风骚 如果切换到ECO模式 再配上无敌柔克的脚法 这个油耗也不会特别吓人 只不过这时候 3.0激增大豹子 无限接近于1.6自吸小滑猫 属实是无趣至极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你才会发现这台机器 可以在1000转左右稳定输出 收油之后就自动切N档滑行 这些都是很拔尖的动力总成 才会有的特性 说明捷豹在这套机器上 的确下了血润 但归根结底 咱还是那个观点 大家在意车子 就不要在意油耗 在意油耗 就不要在意车子 毕竟驾驶乐趣这个东西 它和油耗成正比 咱都3.0了 能环保到哪里去 买了豪宅 谁还在意物业费呀 必须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捷豹这台车 隔音非常好 而且事业偏高 速度感自然也就偏弱 你坐在车里风情云暖 车子却已经一路飞驰 就是火花在闪电 不知不觉就超大小 平时建议大家把座椅 放到最低 增强一点速度感 不然啊 这个驾照有多少分 都不可扣的 作为一款顶配色 其实奢华版X5的配置 也不是特别出色 无非就是英国之宝的喇叭 稍微多一点 隔音稍微强一点 座椅皮革稍微特殊一点 并且还有个LED大灯 虽然后排大佬有俩屏幕 但是我估计大家还是玩手地区多 优惑老板位 可以随心所欲折腾不驾驶座椅 遮阳连也是能电动 就绝不手拉 两扇后门还有防空装告紧 防止坐后排的大佬 给你搞个开门杀 当然啊 以上种种都不如加热通风 这玩意儿才是最实用 目前这台二手捷豹X5的价格 是24.9万 比同级别的E450都要便宜太多了 而且因为里程少配置高 基本也是你能找到 性价比最高的顶配捷豹X5了 我们这台车刚经历没多久 车子还没有惊喜 就是如此模样 等我们惊喜完 这个内饰要不就不惊喜了吧 麻布擦擦 能省一点 是一点 可能也因为里程少啊 所以无论主副驾驶 还是后排座椅 橙色都维持的非常不错 车内功能也是一切正常 整备清单四舍五入 不好意思 这次不能等于零了 诺诺的即时发现 这台捷豹X5有水风漏水的毛病 也算是个比较罕见的小通病吧 以前遇到过 但是已经很久没有再遇到过了 我们总不能把这样的车送到手里吧 所以后面也没啥可说的了 捷豹的很多发动机都有水风漏水的问题 但是3.0激增发动机漏水 这个咱们真没有修过去 我倒不真是觉得这台骑电车水风更加稳定啊 而是因为3.0激增的大boss真的太少了 捷豹2.0T的家族性价比都很不错 所以卖的也很多 而愿意买3.0动力的 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 那买家都必须极其热爱驾驶 可如果我们多想一步 什么样的车厂才会切而不舍的推出六缸车型 动力还能从大家此时所见的340匹 达到400匹左右 即便是现款XFile全系2.0P了 捷豹依然给大家提供300匹的调教 看来啊热爱驾驶的不仅是捷豹车主 还有制造捷豹的那一帮的人